明阳龙尊的至枪一击 那滔天的星沙瀑布还有一道道剑气惊雷 原刺神芒在天龙八神音的震荡下宛如锯垂下的沙雕 瞬间崩塌粉碎化作了肥辉 明阳龙尊张口喷出鲜血狼狈倒在地上 在天龙八神音的镇压下顿时受了重伤 天龙八神音是至刚至烈的鸿蒙佛音 能碾压一切妖魔 魔龙族的血脉蕴含着巨大的魔气 也要遭到天龙八神音的镇压 这一下明阳龙尊彻底重伤 失去了战斗力 不可能 你你 你怎么会天龙八神音 明阳龙尊目光不满惊骇 连连吐血 不可思议地望着血龙 天龙八神音这种至刚至烈的佛国天音 绝对不是血龙能够修炼的 血脉排斥太严重了 根本不可能炼成 但偏偏 血龙就是靠着天龙八神音 一击重创了它 他自然不可能想到 这天龙八神音 其实是夜沉的神通 暂时借给血龙使用而已 而此时 血龙却也吐出一口鲜血 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地上 刚刚献祭帝尊权杖的能量 强行提升武龙游天刀的威力 他的筋骨已经受到震荡 再借用夜沉的力量 筋骨负担顿时严重 此刻遭受反噬 直接重伤倒地 这谁赢了 擂台下 众人面面相觑 血龙爆发的 惊天佛音 磅礴气焰震撼了所有人 但现在 血龙和名阳龙尊都倒下了 这场战斗 到底算谁赢了 夜沉 是那小子的力量 折天摩地 看着渐渐消散下去的 鸿蒙古音 内心松了口气 看来最后生死关头 血龙和夜沉沟通成功 借到了夜沉的力量 总算是击败了名阳龙尊 虽然此时 血龙也负上倒地了 但起码没有被杀死 也是大幸 毕竟他的实力 和名阳龙尊 可是有着不少的差距 如果没有夜沉相助 绝对要被杀死 战斗的输赢 折天摩地倒不是很在乎 只要人活着就好 而看名阳龙尊的 重伤狼狈的模样 对方显然不可能再赶走自己 几位长老 结果如何定夺 裁判长老一脸凝重 来到了几个太上长老面前 询问请示 几个太上长老面面相去 却没想到名阳龙尊和血龙 都受伤倒下了 这场战斗到底判谁赢 可要仔细斟酌一番 算了 判定为平手吧 嗯 就判平手 让他们一年后再打 血龙帝尊 毁掉了帝尊权杖 他必须做出赔偿 他有地龙珠 正好可以再铸造一把 他气息不够稳固 刚踏入天神镜八层天 武道还没纯属 也没练过我龙之骨的神通 给他一年 让他熟悉武道 时间也足够了 几个长老互相议论起来 态度都是非常公正 他们也能看出 今天的比斗 对血龙大大不利 毕竟血龙刚刚晋升天神镜八层天 还没熟悉武道技法 着实有点不公平 现在双方战成平手 是最好的结果 等一年后 双方状态彻底圆满 再进行比斗 是最公平的做法 好 那就平手吧 裁判长老点点头 当机朗声宣布 经长老商议 此战 南派北派平手 一年后再分胜负 这一年时间 羽化公继续由南派主宰 宣布声落下 全场弟子骚动 所有人都没想到 比斗最后的结果 居然是两败俱伤 双双平手 算你们南派好运 一年之后 我北派必定获胜 竹宰玉化公 你们北派一群土鸡瓦狗 敏阳龙尊还不是被我们南派帝尊 击成重伤了吗 若不是我们南派帝尊 气息消耗太大 今日之战 你们必败无疑 岂会是平手 陆思谁手 一年后自见分晓 你们不用嚣张 南北派两边 双方弟子都在争吵 火药味非常浓郁 折天摩帝看到这一幕 微微皱了皱眉 南北派如此相斗 魔龙族内分裂 道统不能统一 还如何踏碎域外 如何挑战地渊殿的锋芒 或许要等一年后双方再战 血龙斩杀名阳龙尊 才有一桶鸡叶的机会 列尊大人 没事吧 优越飞略上台 一身黑色旗袍如蝴蝶 姿态颇为曼妙 他扶起了血龙 关切地询问起来 没事 休息一段时间便好 血龙脸色微微苍白 体内腹伤颇为严重 但幸好没有伤到根基 只要在羽化宫里 调养一段时日 依靠先天羽化器的滋养 肯定能够痊愈 魔帝前辈 你可以留下了 血龙望了 遮天魔帝一眼 距离比都再开始 还有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时间 羽化公由南派主长 遮天魔帝自然可以留下 多谢 素来不苟言笑的 遮天魔帝 此时也是露出一丝笑容 大战落幕 南派北派的弟子 各自散去 血龙帝尊 一年之后 我再领教领教你的高招 明阳龙尊在左右弟子的搀扶下 摇摇晃晃地走下擂台 他目光回望着血龙 神色无比阴沉 这次比斗决战 居然没能取胜 他心里非常后悔 也非常地自责 都怪自己太轻敌 还说什么让一只手 简直是笑话 如果一开始 就动用全力 以雷霆之势镇压一切 想来血龙也不是自己的敌手 可惜 事事没有如果 此刻战局已定 想要再战 只能等一年之后 明阳龙尊暗暗下定决心 一年之后 他绝对不会这么大意 这次决战受挫 也算是一个历练 可以增进心境 说不定等一年后 他有机会再突破一个境界 血龙没有说什么 在优越的搀扶下 和这天摩地回到了羽化宫 摩地前辈 你可安心修炼了 靠着先天羽化器的滋养 你必定能够恢复圆满 血龙微笑道 恐怕不行 遮天摩地却是凝重地摇了摇头 我身上磨虐太重 就算是羽化天皇宫 都不能让我恢复圆满 最多恢复一部分 那要如何才能彻底恢复 血龙眉头紧锁 也感到遮天摩地根基 受损之严重 不知道 但靠着羽化宫的灵气 我至少能冲击上古神帝的境界 至于天神境上面传说中的圣祖境 我短时间内应该不可能踏入了 遮天摩地覆手而立 他很清楚自身的状况 靠着羽化宫的调养 最多能冲击上古神帝的境界 想超越天神境 达到圣祖境 几乎是不可能了 罢了 尽人是听天命 咱们尽力而为便是 血龙宽慰道 正当如此 这天摩地点点头 当下收敛杂念 和血龙各自盘膝坐下 在羽化宫里默默修炼 而此时神国伏魔殿 夜尘一口烟红的鲜血吐出 脸色苍白到了极致 他本就有伤 再被血龙借力 顿时感到了一阵虚弱 不过夜尘未曾后悔 哪怕一部分紫硝石浪费了 他也没有任何怨言 借用了我的力量 血龙应该没事了 但我现在太虚弱了 需要休息 继续炼化紫硝石吧 夜尘目光凝思着 开始继续闭关恢复气血 然而就在这时 一把血蒙蒙的飞剑 从天际飞落而下 这飞剑上面没有杀气 但带有一股熟悉的因果 是明殿的因果气息 飞剑凌空落下插在了夜尘面前 夜尘脸色一沉 却见飞剑上有一封信函 是莫雪明发来的 莫雪明发给我飞剑传信 他想做什么 夜尘当即拆开信函 抽出信件 却见信件上写着 莫雪明想邀请他去明殿 居然想邀请我去明殿 夜尘眉头紧锁 不知道莫雪明有什么阴谋 他现在正是虚弱 如果踏入明殿的话 莫雪明动杀手 他必死无疑 但这把飞剑上面 没有杀气的因果 莫雪明显然不想杀人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夜尘想不明白 但既然莫雪明亲自发信邀请 他也想去看看 当下夜尘也不犹豫 直接撕裂虚空降临明殿 明殿山门 一个红袍男子正扶手而立 浑身环绕着一把把飞剑 气息滔天 正是莫雪明 夜兄弟好气魄 居然真的大驾光临闭殿 莫雪明眯着眼睛微微笑着 目光里满是欣赏 莫雪明 你邀请我过来想做什么 夜尘冷声道 他敢踏入明殿 倒不是莽撞 而是因为莫雪明那飞剑船信上 的确没有杀气的波动 既然如此 他不介意来谈谈 夜尘 你抵抗天魔一战 倒是惊心动魄 我都心生佩服 只是有一件事 你是不是忽视了 不久前 你得罪了天道公 那一次 轩月末爷动用分身杀你 虽然失败 但以后绝对还是要卷土重来 他的伤势一旦痊愈 你可想过后果 我可听说 不久前 轩月末爷提前疗伤出关了 你就算能够抵挡 但你身边的人呢 自古以来 无人有资格和天道公作对 哪怕是你都不行 莫雪明指了指夜尘 又指了指自己笑道 你的身份已经被天道公确定 你有天大的危险 投靠我吧 加入明殿 投靠我麾下和我合作 我会庇护你 想我投靠你 夜尘冷笑起来正想拒绝 但忽然间 觉察到了一丝诡异的波动 感谢观看